菩萨救回我病危的孩子 也救度了苦难无名的我 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如果有 我想那就是我们此生的无怨无悔 我的儿子2015年3月呱呱落地 出生在这个充满温暖的小家庭里 我很爱他 几乎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他 他是那么的乖巧可爱 2015年5月 我来到算命馆 给我的儿子起个好名字 算命馆里是一位批八字的老先生 他告诉我 孩子的名字不用起了 他有灾祸的 还给我举例子说 某某家孩子因为灾祸 没有及时得救就没了 回到家我就悲恨交加 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不给我的孩子起名字 为什么他这么狠毒 我恨他 恨这个诅咒我孩子的人 我几次想再找他讨个说法 都被亲人拦住了 亲人们都责怪我 为什么刚出生好好的孩子 要给他算什么名字 为什么要给大人孩子 增添不必要的压力和恐惧 如果孩子真有什么灾难 注意就是了 就这样 事情慢慢过去了 但是我的心里还一直牵挂着 从2015年5月到12月 我一直在研究 玄学八卦等知识 想要弄明白 命运是怎么回事 想要知道人 如果真的有灾的话 我用什么方法能够化解 2015年12月末 我在玄学八卦QQ群里发帖子 说孩子有灾祸 哪位懂的人能帮帮我 一个身影出现了 他的网名叫念念在行 他是我一生的贵人 他告诉我 佛法可以改变人的命运 并告诉我心灵法门 让我多看看 会找到答案的 就这样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 认识了佛法 我的救命稻草 我如获珍宝 每天拿着手机看 忘记了吃饭 忘记了睡觉 慢慢的 我便不再恨那个算命的先生了 并认为 那次去算命馆算命 就是我的命运 只有佛法 才能改变命运 更是开启我们 智慧之门的金钥匙 从那以后 我便什么都不怕了 因为知道 我有了观世音菩萨 因为我坚信 观世音菩萨 是我最坚实的依靠 它会让每一个 相信佛法的人 都能得到庇佑 佛法 让我找到了一个 全新的自己 也让我知道自己 活在世界上的意义 让我知道 佛法 法力无边 可以照到 每个阴霾的角落 照到哪里 都是一片金灿灿 2015年12月 我便真正开始学佛念经了 说也奇怪 从接触佛法到念经 从一个无神论者 变成窃行窃怨的佛子 我只用了短短一周的时间 还记得第一次念大悲咒的时候 身边充满着奇香 我的身体热得出汗 虽然我当时学佛不长时间 但也知道那是菩萨妈妈来了 她来给我加持了 她是在告诉我 真的有菩萨在 菩萨妈妈 真的有在关注着 每一个无明苦难的我们 就这样 我在菩萨妈妈的引导下 渐渐熟悉着念功课 念经文组合小房子 在生完孩子八个月的时候 我还有很严重的月子病 身上像背了几十斤的重担 只要活动半小时 就腰酸背痛 浑身无力 必须上床休息 当时我没有佛台 只是念了七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我身体就不再那么沉了 念了二十一张的时候 我的腰痛毛病 就神奇的好了 不再像个病秧子 做什么都充满活力 充满着力气 在这期间 我从来没有吃过一片药 没有做过任何的治疗 腰痛的毛病 足足折磨了我八个月之久 我在想又有多少女人 带着月子病过了一辈子呢 都说月子病不爱好 我只是抽出那么一点点时间 去念经 念经文组合小房子 我就省去了 要遭一辈子罪的痛苦 我是多么的幸福啊 所以还在被病痛折磨的人们 不要再执着无神论了 有这么好的心灵法门 这么好的方法 可以让你摆脱痛苦 真的是我们的福气 不要因为固执 让快乐幸福和健康 从我们指尖流走 在2016年1月 我有了自己的佛台 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 当时我的老公不相信 我没有前涉佛台 网名为精进的师兄 帮助我买柜子 买油灯 寄佛像 连佛像相框 铺桌子的黄布 拜佛殿一应俱全 还视频 帮我选了家里最好的位置 供奉佛台 我真的很感激她 那种感恩和喜悦之情 真的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我一直都认为 她是菩萨妈妈赐给我的 因为菩萨妈妈知道 我是多么想要一个佛台 是菩萨妈妈告诉她 来帮助我的 一米八的柜子特别好看 每天看着菩萨妈妈 我心中充满了喜悦 不管家多大多漂亮 佛台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暖的港湾 看着菩萨妈妈 我仿佛就在天堂 那一刻我跪在菩萨妈妈面前 泪如雨下 并对菩萨妈妈说 我会用我的实际行动 向您证明 有了这个佛台 我会用我一身守护着您 让这颗佛心永远在心中发芽 长成参天大树 结出善良光明的果实 感恩菩萨妈妈 感恩观地菩萨 感恩中仓菩萨 感恩观平菩萨 感恩太岁菩萨 感恩你们能来到我的家中 来保护着我 感恩 2016年正月 孩子向算命先生所言 业障大爆发 孩子因为拉肚子 呕吐和肺炎 住进了医院 病痛足足折磨了他 整整一个多月 我们什么方法都用过了 打针吃药 偏听偏信看巫活 由于家人不信佛 又忙于照顾孩子 没有及时念经文组合小房子 终于在2016年3月12日 一岁生日那天 孩子被送进了抢救室 他浑身插满管子 已经无力发出任何声音了 医院所有的主治医生和护士 把病床围得水泄补通 医生说孩子瞳孔患散 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知觉 没有再救活的可能 抢救室里 所有的人为之动容 我被叫到主治医生的办公室里 医生拿出三页纸告诉我 因为孩子送来医院时 已经太晚 医院已经用上 所有可以抢救的措施 孩子仍然生死未卜 救活的可能性很小 让我签了病危通知单 我犹如遭遇平天霹雳 不敢相信医生的话 我觉得他在与我开玩笑 怎么会呢 孩子在来的路上 还向我要奶吃 还指着车窗嗷嗷地叫 孩子得病以来一直很乖 虽然他有这样那样的不适 但从来都没有像别的孩子一样 大哭大闹 他总是用那小小的身体 衣服在我的身上 时不时冲我微笑 仿佛向我说 妈妈我一直都很坚强 可是现在医生 让我签病危通知单 这不是笑话吗 我跑到病床前 他瘦小的身躯 已经没有一点力气 叫也不再答应一声 我拼命地叫喊他的名字 我跪在床前 握着他无力的小手 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一切 他还那么小 老天怎么可以带走我的孩子 这时 我想起了观世音菩萨 我含着泪念起了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我呼喊着 菩萨妈妈你快来呀 快来救救我 救救我的孩子 快来救救他 我愿意一辈子 归于佛门 一辈子 吃在念佛 这时 突然孩子的手 微微动了一下 接着就是 哇哇大哭 医院里的医生 都万分惊喜 不敢相信这一切 说孩子真是福大 命大 高烧已退 脱离了生命危险 只需要细心观察 确保安全 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就这样 我在医院的救护室里 望着孩子的电子心律仪器 整整两天两夜 第三天清晨 孩子就可以坐起来 冲我笑了 这都是菩萨妈妈慈悲呀 如果不是菩萨妈妈慈悲保佑 真的会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伟大的菩萨妈妈 始终对我们不离不弃 我们人真的很可怜 当我们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孩子亲人 遭受苦痛的时候 我们显得是那么的微小而无力 我们无法控制这一切 所谓业障的爆发 只能去承受 我庆幸我有了菩萨妈妈 只要喊一声菩萨妈妈的圣号 只要念念不忘菩萨妈妈 我们就能得救 我们在万般无奈之下 只能依靠菩萨妈妈 可是我对不起菩萨妈妈 我在无知的情况下破戒了 在孩子住院期间 本来发愿吃全素的 我以为只要不吃肉就可以了 把买来的荤菜挑出肉 大口大口喝汤 吃里面的青菜 就这样孩子继续在医院里治疗 虽然脱离了危险 但还是不断拉锡 咳嗽 发高烧 住院的15天里不断反复 我的心憔悴了 每天七八个掉平 孩子小手小脚已经千疮百孔 身体也越来越瘦 当时我特别无助 因为医院离家里特别远 孩子的父亲又去部队上班了 只有我和婆婆两个人看守 婆婆的年纪又大 主要的还是我一个人照顾 孩子更离不开妈妈 在医院里我望眼欲穿 我不知道这种苦日子 到底要熬多久 我的孩子什么时候 才能健健康康的 不再被病痛折磨 想想孩子生病一个多月来 我没有念一遍功课 一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我知道了 只有菩萨妈妈可以救我 我蹲在医院的小角落里 泪流满面念起了大悲众 心不断地苦苦哀求菩萨妈妈 求求菩萨妈妈能够给我希望 给我光明 希望菩萨妈妈能让我早日回家念经还债 家里打来电话说 让孩子转院 去的那个医院要路过家里 我说妈 我想家了 想在家待几天再去 家人同意了 是的 菩萨妈妈真的听见了 回到家 我就给菩萨妈妈上香许愿 说我愿意为孩子七天念诵 二十一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也重新地许愿不再沾一点婚心 请菩萨妈妈原谅我 也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念经念经文组合小房子 不要再发高烧 拉肚子折磨孩子了 真的 菩萨妈妈慈悲 孩子在没有吃药打针的情况下 那一夜睡得特别安稳 我白天照顾孩子 只要孩子一睡觉 我就开始念经文组合小房子 二十一张经文组合小房子烧下去后 孩子没有发烧过一次 没有再咳嗽一声 也没有再拉过一次肚子了 回家的这段时间 没再打过一个吊瓶 在医院每天八个吊瓶 没有治好我儿子的病 只用了二十一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就好了 除了感激菩萨妈妈 还能说什么呢 就是如此神奇的经历 如此慈悲的菩萨妈妈 如此灵验的经文组合小房子 真的 我知道只要我们用心念佛 用真心忏悔 真心求菩萨妈妈 菩萨妈妈永远都慈爱着我们 关爱着我们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都能够化险为夷 菩萨妈妈在天上 一直在看着我们 即使我们有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菩萨妈妈都没有放下 抛弃过我们 菩萨妈妈很爱我们 用她那慈悲的爱 照顾着我们这些 孤苦无依的孩子 我也感谢师父 是师父把经文组合小房子 带到人间 经文组合小房子 灵验的事迹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不仅是我 同修各个都有灵验事迹 谁还说没有菩萨 没有菩萨 为什么有那么多灵验的事情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信心灵法门 去念诵经文组合小房子啊 就是因为它真的太灵了 经文组合小房子 可以让我们消灾解难 超度亡人 让我们超脱六道轮回 我都无法想象 如果我没有遇到佛法 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 我会不会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 会不会还是找不到依靠 会不会一直找不到光明 如果没有菩萨妈妈 没有心灵法门 谁来救我们这些苦命的孩子 谁来原谅我们这些 犯了这么错误的傻孩子呢 而现在我们有了永远的依靠 有了一位永远关怀我们的母亲 心灵法门是我的救命稻草 不仅改变了我家人的命运 也救了我的慧命 有了菩萨妈妈 我从此不再感觉孤单 不再迷茫 我有了前进的方向 我的目标就是让我身边的有缘众生 都能平安幸福 虽然我没有神通 但是我有一颗爱身边人的心 我愿意放下自己的自私 放下自己的贪念 力所能及地去爱护 帮助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我愿意用我自身的行动 去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 学佛真的是一件很快乐 很幸福的事 我会把自己修得像菩萨一样 去照亮每一个人 我没有任何能耐 我只会念经 我只会用我这颗烦心 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希望我能用我的微薄之力 能让别人得到哪怕那么一点点的幸福 在我学佛以来 我的佛台没有结过一次莲花 香也没有打过一次卷 我也没有梦到过菩萨 也不是什么大根基的人 但是我还是每天坚持努力地学佛念经 因为我知道 不管菩萨有没有来到我的佛台 菩萨妈妈都一直在关注着我们 我义无反顾地学佛念经 就是为了报答菩萨妈妈的恩情 以后不管是穷是富 是忧是患 我都要跟随着菩萨妈妈学佛念经 我认为我的命不是自己的 而是别人的 我虽然愚笨无能 但是我相信 总有一天 我会通过我的努力 成为一个为佛法所用的人 可以用我的微薄之力 把佛法传给有缘的人 让他们也可以因为佛法 离苦得乐 我只求今生能用自己的力量 去帮助别人 做菩萨妈妈的好佛子 让我一生无怨无悔 我很欣慰 我有你们 我有一帮好的伙伴 每当我看见了那么多师兄 在努力地学佛度人 我觉得世界充满了阳光 有太多的师兄们心地善良 为着美丽的佛国自度度他 在滋滋不倦地努力着 你们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虽然度人真的很艰苦 但是我相信 只要尽自己的努力 有一天 我们终将看到光明 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 如果有 我想 那就是我们此生的 无怨无悔 我很开心 因为有一位伟大的师父 带领着我们 只要肯努力 我们都会在天上 见到我们的亲人 见到我们所度的有缘人 我们可以想象 在天上没有痛苦 看着自己的亲人快乐 周围的人都洋溢着 幸福的微笑 会是多么快乐的事啊 真的不希望任何人有痛苦 真的不希望痛苦 发生在你我 她的身上 所以我一直在努力 努力成为一个真正的菩萨 可以让别人都能 离苦得乐 我很渺小 但是我愿意做那颗小小的 坚韧不拔的螺丝钉 一颗螺丝钉不起眼 但是我相信 一百个一千个螺丝钉 就可以支撑起一艘大船 红发的大船 还记得刚学佛不久 那是我唯一一次梦到师父 那是一个夜里 我在校园里 师父在教学楼门前 黑暗的天空中 变出一座座金灿灿的美丽天空 场面特别壮观 特别漂亮 仿佛在告诉我们 真的有天上 真的有菩萨在 我看得如痴无罪 可是过了一会儿 天上的景象 慢慢变得断断续续 若隐若现 我明显感觉 师父的体力不支了 我跑到螺门前 跪在师父脚下 看见师父慈悲的面旁 泪水夺眶而出 抱着师父的大腿 大声哭泣 我无法形容出 我当时的心情 在梦里 我只是感觉 师父真的很累很累 特别憔悴 特别的苦 他仿佛在告诉我 红发的路 真的很不容易 我泪流满面 告诉师父 您一定要注意身体 真的不要那么劳累了 师父 什么话也没说 只是摸摸我的头 开心地笑了 梦醒后 我仿佛明白了许多 明白师父的良苦用心 我们都是菩萨妈妈的千手千眼 不怕力量小 只怕浑浑噩噩地过完这一生 还要继续在人间受苦徘徊 回忆起以前 我做了那么多的措施 没有闻到佛法时 就这样痴痴傻傻地 荒废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 我真的很恨自己 师父那么辛苦 而我还为了自己的贪嗔吃 在苦苦挣扎 我对不起师父啊 可师父还能说什么呢 只有摸摸我们 不开智慧的脑袋 告诉我们 该回家了 我不知道 我能不能真的见到师父 我真的想象不到 当有一天真的见到师父 我会哭成什么样子 其实我没有脸去见师父 因为我什么都不是 我没有为弘法做一点点事情 我很惭愧 我现在只能拼命地念经 每天念白化佛法 学习师父开示过的知识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弟子能为佛法所用 这样才不会白白地 来这个世界一回 这样我才会有脸去见师父 其实说再多也没有用 我会用我的行动 来证明我这颗心 师兄们 菩萨妈妈真的会带领我们 离苦得乐 不仅带你 也带上你的家人 你身边的有缘人一起 离苦得乐 菩萨妈妈在此作证 如果我的这篇分享 可以激励帮助哪怕一位众生 请把我的功德 转换成功力和智慧 让我能早振菩提 让我有能力去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我愿意把我的一生 天地开花 佛树长青 愿同兄们离苦得乐 永断轮回 小檀香 感恩何时